第193 5月1日 辙麥科技是一個中間商的角色 它是一個橋樑 它把客戶跟原廠之間的關係 把它整個串綁起來 那我們提供優質的服務跟我們的經驗 那給使用者呢一個好的體驗 反走過幣留下痕跡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為對於原廠來講 那幫他推展這個市場 所以整個的產品的訂貨資訊 訂貨的速度 到貨的庫存的管控 還有整個按鍵的流程 其實都需要有一套系統在背後 能夠幫著我們來做的 讓我們能夠從這裡面 得到我們想要的資訊 其實商機在整個開發的過程裡面 那以前的方式就是 用經驗 用想法 但是如何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 能夠找出有潛力的客戶 把商機找出來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詳細的數據分析 因為我們早期在做報價的部分 都要請業務助理來做報價 那我們也是要提其他不動報價的時候 可能在客戶在等待的時效形上 就會有很大的落差 那我們現在有這個點心系統 我們直接用APP上面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現在目前的報價跟庫存 而且很及時的可以跟客戶 直接跟他講說 我現在的報價是多少 在整個報價的時效形上 大大提升了 15240以上的時間 而且在新客的部分來講的話 大家客戶也很可以 很信任的你說 你可以直接講出 你現在目前的庫存跟價格是多少 所以我們在新客的一些成交率上 大大提升大概70%左右 我們希望透過這套系統 建立了一個標準模式以後 在人員移動或者商機改變的時候 能夠在第一時間 很輕易的就能夠上手 包含一開始的商機的建立 再來每一個案件的追蹤 還有報價的一個過程 其實在我的銷售經驗上 在整個公司的管理上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客人需求的都是立即的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很準確的告訴客戶 我們的庫存狀況 我們可以立刻交貨給你的時間點 其實對銷售行為其實是非常有幫助 跟原廠訂貨的時間銜接上面來講 都是非常正義的 就系統方面其實沒有借出的功能 就是變成用庫存轉貨的方式 其實是沒有辦法做一個很完善的紀錄 我們可能就要一筆一筆的去查 然後或者是說 我們要額外用Excel的方式 去能夠做一個紀錄這樣子 會造成庫存的數據的就是有混亂 那因為現在透過的系統的關係 其實它有可以就是 單據的部分可以有機可取 都可以完善的紀錄 庫存的存貨率其實有9.9% 在效率跟溝通上面 其實從時間成30分鐘 可能會變成就是只有一分鐘 其實這個是真的改善的非常的多 就可以透過系統看到數據化 就可以直接知道 那我現在可以在定什麼來 就是比如我們現在的庫存 那就是也大譜就是 提升了我們的 供貨的準焦率 現在這個準焦率就是有到達100% 時間其實就是成本 那對於我們在原廠這邊 我們要給它的資金調度 在我們交到客戶之後 我們客戶端的貨款的收回的時程 如果我們都可以掌握得非常準確的時候 其實對整個公司的資金運作來看 其實絕對是正面的 因為變成我可以預估 我也可以知道我未來要付多少錢 我未來可以拿多少錢進來 那我整個資金的調度就會比較順暢 系統導入了以後 因為客戶的資料建立得非常完整 它的應收帳款在它的預計 每一個客戶的預計收款時間 在精準的輸入之後 還有它的付款條件 精準度提高了以後 對於我們的應收帳款 會非常的準確 更換代理商最大的貨款 就是我們的進口貨款 非常的大 所以這精準度提升了以後 對於我們的資金的一個運作 就可以去很妥善的去可以了解 那應收帳款它就 這個精準 我們就可以對應到應付帳盤裡面 到目前為止 我們實際上的利潤的提升 大概在199%左右 所以其實效果是不錯的 透過這一個系統的整合 整個把我們的行動力 跟整個核心的這些創造力 能夠把它整合在一套完整的系統下面 在整個公司的運作過程裡面 那它就會產生一個 我說的公司文化 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大家做的事情 都是同一個方向在整合的時候 其實競爭力就會出來 有敗事靠近 大戰